厦门首个体育主题台青创业基地 荣体台青创业基地 于6月25号在厦门灿昆文创园区 正式接牌成立 这是厦门湖里区的第9家台青基地 荣体台青文体创业就业基地 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 是一家专门从事体育产学严相结合的 专业性体育基地 目前已入住20余位台青 包含篮球 游泳 剑道 网球等项目 在大陆这一边的话 现在体育的专业度水平非常高 是世界顶尖的 但是在整个的推广跟普及 可能就需要我们一些体育综合体 来慢慢地去推动 然后台湾的运动员过来 其实可以加速这个东西 我们会有定期 会有台湾的教练在交流 而且我们举办的很多的沙龙 以及说像这种冲浪 或者说滑板的交流的话 就会不止台湾 当然台湾是更多 为什么因为连岸的语言 各方面的文化比较先是 还有一个包括说国际上的 我们都会有交流 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过程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项目合作签约 导师聘请仪式 致力于发展连岸体育人才项目 推动连岸青年就业创业和体育交流 据了解 该基地是今年以来 厦门湖里区新增的第三家台湾基地 整体正从综合性台湾基地 向专业性行业细分化领域延伸发展 为助力台青登陆追梦 助梦 圆梦 搭设了更为多元化的平台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 厦门报道